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羅伊老師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在正面開始之前呢 要先跟大家說明 這個頻道主要是在介紹 設定設計、電視建材 以及房地廠等相關資訊的頻道 如果你對這類資訊也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如果你是設計公司、鑽房公司 還有工程公司 以及建材公司、房地廠等相關行業的公司 歡迎在底下的信箱 我們可以互相傳遞聯絡資訊 互相做一個合作的方案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豪宅的開箱 這間豪宅是內湖第一高的 而且它的單瓶價格 曾經是一瓶有110幾萬的成績 那最低的時候大概也是落在90幾萬的成績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樣子的豪宅 它的全狀屏數在60多屏的情況之下 室內設計的空間可以做到三甲一房 那這三甲一房是多麼不會讓你感覺到壓迫 同時讓你感覺整個室內設計是很舒服的 那這間這個設計公司呢 它非常的低調 也是沒有特別的去公佈它的名號 就是讓我們同意做一個參觀 以及做一個開箱的動作 這樣的一個美式混搭風格 我們一起來看看三甲一房 那每一個房間都有非常寬廣的空間 主臥也有更衣室 那您適合這60幾坪的案子嗎 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啦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書房空間 進書房之前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鐵件的造型門 它是用鐵工具用手去折去凹去定做而成的 我們來看 它在開關的情況之下 它都會有一個緩衝的效果 跟我們剛剛這個浴室的橫拉門一樣 我今天呢把它關上 關起來的時候呢 它也是會有一個緩衝的效果 它會自然的關上 那這一個也是一樣 當我今天再把它做推拉打開 它一樣有一個緩衝的效果存在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鐵件門啊 它旁邊也做了一個鐵件的造型 我們在接我們天然木皮 所以整個造型呢 設計師都完全的考量到 今天每一個收尾的細節 怎麼說啊 你看這邊進出面 進出面它凸了大概兩米到三米的空間 那這個位置呢 它留了一個五公分深的一個牆面尺寸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讓這一個鐵件拉門呢 可以去鑽上去 鑽上去之後 同時又留了一個空間 讓我們不會覺得這裡是 怎麼好像坐起來太小或太大 什麼等等之類的 那當我們今天進來到我們的書房啊 這個書房跟客廳就做一個呼應 這種好歹我知道很多住戶 他們小朋友都會請家教來家裡上課 那請家來家裡上課 他們希望可以看得到小孩在幹嘛 但是又不想影響家教老師 所以呢 他就會做一個半高牆的木座 再加一個半高的一個玻璃的空間 然後浪子的室內呢 可以是穿透也可以是隱蔽 怎麼說可以是穿透可以是隱蔽 上方這邊呢 要做窗簾盒 設計公司都有預留窗簾盒的一個尺寸 那如果今天要遮蔽的時候呢 就把它整個拉下來 那同時拉下來 如果我想看著 我把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玻璃 它會長得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水波紋玻璃 那我今天從外面看進來 隱隱約約就可以看得到裡面在幹什麼 好這邊一樣 這邊有一台獨立的冷氣在這裡 好我們接下來繼續看書房 我們其實書房有很多很厲害的地方存在 像這個抽屜 它也是每一個抽屜 其實都有做繁鬆的處理 當然這個位置 它也做了一個跳色的處理 看原本是木頭色的天然木皮 再跳一個黑色的天然木皮 同時在黑色的天然木皮這邊呢 還跳了直切的一個勾縫線 會讓你的抽屜又跳出了一個質感 同時你看喔 從這個書桌的收納 那邊的抽屜是採用 直接天然木皮直紋拼貼 這邊呢 黑色木皮 再刻勾縫線 再直紋拼貼 那這裡呢 它就做了一個口字型的線板 同時又做了我們的五金把手 打開來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打開來放回去 都是有一個反送的效果 這三種同一個空間 可以讓你就看到了三種不同抽屜的板片的造型 那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它又封皮革 這種比較接近木紋色的皮革 讓你的書房書桌空間更加的有質感 好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書房的收納空間 很多人都說我書房收納空間不夠怎麼辦 那我跟各位講 這邊書房空間同時有可以有門片的隱藏的方式 那另外一種也同時讓你可以擺放你的裝飾品 或者是就把你的書籍直接擺放出來 那因為呢 這都是木工做的 木工在做的時候呢 都有去加長它的結構 所以它的沉重就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這個是小知識跟大家說明 如果今天是線永櫃做的成板 就不是能放太多的東西在上面 如果是木工做的成板 絕大部分 設計師都會提前跟他們講 他們都會做好結構 裡面的書都可以放很大一定重量的沉重 那這邊呢也是一樣 跟剛剛我們那邊書桌底下的抽屜做一個呼應 也是做一個口字型的框 然後呢再打開 你看這個抽屜其實還非常的深 我的手這樣扭出來之後 它的深度還超過 所以這抽屜的收納空間非常的主動 同時呢也做了雙色面板的造型 然後還有間接燈 那這個間接燈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間接燈 書籍的下方 因為它是一個展示區 它有間接燈 旁邊呢也有一個立柱造型的燈 而且它是非常的有質感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一樣有收納 這個收納呢 可能有些家裡可能 假設他是做會計的 是做什麼的 會有一些留存的帳本需要存放 那這裡呢 就會是一個很好的收納存放空間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什麼 另外一個選機就是 天泡板 你看這個天泡板 標準是冷氣長的一個修飾 那這裡呢 也做一個間接光的修飾 在這個地方這邊有一支梁 有一支大梁經過 那大梁經過的時候呢 也做了一個弧形天花板的修飾 所以整個天花板在書房空間 其實就做了非常多不一樣的層次喔 包含這裡的窗簾合設計 還有這邊的窗簾合設計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之前介紹過 叫風情簾 也叫風朝簾 那有介紹過全遮光的 這邊是半遮光的 就是我們一般正常的風情簾 因為書房呢其實也需要有採光 不需要太強烈的陽光 也不需要陽光都曬不進來 所以呢他做了一個 一般遮光形式的風情簾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嘛 設計師在各個地方都設計有插座 我們看這個插座在哪裡 在這種邊邊角的地方 這裡 這邊有一個插座 有沒有看到 這邊設計的一個插座存在 當然同時啊 我們書座上面也有插座 在哪裡 在這裡 插座以及網路線 下方一樣有插座 同時也有網路線 所以當你今天要放主機的時候 主機就可以放在這邊 那你今天要玩桌機的時候 桌面上也有網路線 滿足家裡是筆電 或者是桌機電腦的使用族群